有海豚現身紅磡碼頭? 有市民說在水裡的是海豚 不過不是在游水,而是在海裡浮沉 只有嘴部露出水面,身體貌似多處受傷 更加要跟多個化泡膠碗一起在海面浮沉 我覺得它可能是生命受到干擾 它好像在掙扎,動著動著嘴,嘴向天 有熱心人士報警求助,水警輪駛到現場調查 有水警人員上岸了解,並且召來漁護處和海洋公園專家道場 但並沒有發現海豚 警方調查期間引來不少市民圍觀,有市民更加向他揮手 但事後有指浮浮沉沉的,其實只是枕頭的物體 W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